批评别人的时间来反省自己 这样过日子才更有意义 应当时常反省自己的过失 考虑自己所做和未做的事情 所以大修行人不见众生过 大居士绝不说生过 第九十九句 智者每天检讨他自己的原性 绝不看众生的过失 有智慧的人每天检讨他自己的原性 绝不看众生的过失 第一百句 在战场上征服百万雄师 也不如战胜自己 战胜自己的人 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征服者 这句话讲得真是好 佛陀就是战胜自己的圣者 再念一遍 在战场上征服百万雄师 也就是可以带领百万大精打仗 还打赢了 但是呢 还远不如战胜自己 战胜自己的人 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征服者 佛陀就是战胜自己的圣人 所以修行人第一步 首要的工作就是要战胜自己 不要让习气得逞 不要让妄想得逞 一百零一 一百零一句 克服自己确实比战胜别人 要来得高尚 简单讲 就是常常克服自己的人 他的人格就越来越高尚 那每天想要去战胜别人呢 他的人格就越来越低劣 第一百零二句 别人的过失容易发现 自己的过失则不易察觉 传播别人的过失 如同丢弃道壳一般容易 可是隐藏自己的缺点 却像赌徒隐藏骰字那般的狡猾 简单讲 就是说别人的过失容易 发现自己的缺点难 解释一下 一百零二 别人的过失很容易发现 因为眼睛长在外面 一看就看出去了 很容易看得到 可是自己的过失 只不易察觉 我们很少 战胜自己 克服自己 关照自己 所以不易察察 传播别人的过失 如同丢弃道壳一般容易 道壳 道子 收成以后 我们那个壳 去壳 那个壳 风一吹 就吹走了 那米流下来 那个道壳 在外壳 道壳 丢掉了 农村的生活 道米有收成 米经过了机器 转动 或者是人 拍打 对不对 这个骨 骨 留下来 那么这个道壳 就会丢弃 可是呢 隐藏自己的缺点 却像赌徒 隐藏骰字 为什么 要炸赌啊 要炸赌的时候啊 他就会 把骰子隐藏起来 不可能让人家 发现啊 为什么 耍老千啊 对不对 赌博常常出老千啊 这出老千 当然不能让人家 看到啊 对不对 骰子 骰子 你看看电影就是这样 骰子一来的时候 输进来 然后一甩出去的时候 是自己手中 袖子里面的骰子啊 看电影啊 电视上有那个电影啊 什么赌圣啊 什么 骰子 一下子 收进来 掉进去 然后 一下子下手 骰子已经 转换了 你钱都被赢走了 你都不知道 是十赌九诈 佛地词 两种东西不能碰 一个是赌 一个是赌 这一辈子都不能 不能碰这种东西 一个是赌博 一个是 第二个是毒品 如果你是佛地 这两种东西 千万不能碰 第一零三 佛陀说 认识你自己的弱点 而且力求改进 认识你自己的弱点 力求改进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因为要转凡成圣啊 转凡成圣就是要认识你自己的弱点 104 假如一个人痛改前非 而开始行善 就如同明夜 不受乌云的笼罩 能照亮大地 假如一个人 肯痛改前非 而开始行善 那么就像这个明月 晚上那个明月 不受乌云的笼罩 这个乌云就所谓的恶业 因为他开始行善了 恶业就渐渐减少了 就能照亮大地啊 105 你们应勇于向别人承认自己的过失 那么 接受别人忏悔的人 我们也要用佛菩萨的心 而应该给众生再一次的改过的机会 如果有人来向你承认自己的过失 那你更应当慈悲 给他再一次的机会 106 忏悔包括改过 我们现在常常念忏悔文 但是呢 佛陀讲的这一句啊 非常的贴切 常常念忏悔文 没用 忏悔文念的再多 如果不改过 等于不念 等于没有念一样 是不是啊 就女众最感性了 一唱到着 往昔所造诸儿业 皆有无始贪嗔之 从生以一知所生 今对佛前求忏悔啊 是不是 然后啊 这个介事啊 就唱啊 那个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啊 我们在箭台上也是这样啊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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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喽 然后这个... 很多人都哭 我都哭回出来的 一直拜就一直哭 好 哭 我就想 这个像佛啊 内心知道要好好的坚持 对不对 啊 自己的心性比较重要了 好 那在大殿前面呢 拜的参悔吾 本是释迦摩的 那一时的感性啊 不是真正的体悟真理 哭得很惨 下来没多久 跟人家吵架吵得很厉害 然后再来 再继续念 地质阿辉 往戏所造诸耶 皆无始贪生之 从生于之所生 今对佛前求赛回 去菜市场 为了一块 姜母 又跟那个 人家菜市场又吵架 又回来 早上念一遍 下午再继续念 反正每天都念 每天都跟人家吵架 重复的一直念 一直吵架 为了两块钱 也是跟人家闹得不愉快 反正都是为了一些小事情 然后一直忏悔 对不对 有的人 气得给儿子气到 气到那个 不行了 然后念了金刚 然后最后念到大悲 之后 就打了 一直气得 哇 那个青鬼 像股票奔盘 那样 背出去了 因为刚才去的时候 那上京 全都背出去了 所以 什么叫做众生 众生就是 忏悔文 念了念了又忏 忏了又念念了又忏 忏就是这样充忽了 常常念了 常常忏 常常忘记 再继续念 继续忏 对不对 所以 我看到人家在念忏悔文的时候 我就常常讲说 这个到底能支持多久 所以这个忏悔 包括改过了 第十五小段 言性 107 由自己的行为导致不好的结果 宛如铁生锈后 就会受锈的腐蚀 这个锈 左边一个金字旁 右边一个做锈的锈 生锈的锈 比如说铁 生锈 氧化 我们现在用科学的角度说 铁氧化 氧化以后 这就是生锈 生锈就会腐蚀 你看那个铁 放久了以后 生锈 生锈就是生锈 由自己的行为导致不好的结果 我们自己的身口意 宛如铁生锈后 就会受锈的腐蚀 这句话重点在哪里呢 重点就是说 我们无名的心 我们这个无名的心 就是生锈 会腐蚀自己的心灵 简单讲 自己的内心的污名 会伤害自己的灵性 就是铁生锈 会这个锈 就会腐蚀这个铁 因此我们刚刚讲的说 良知是每一个人 内心深处的火焰 千万不要熄灭它 因此我们内在里面的良知 好的话 生锈的话 高超的话 我们的行为即使 就不会导致不好的结果 108 行为使众生产生低贱和高上的差别 这里所谓的行为 包括了思想 言语和身体 身体动作三种 再念一遍 行为使众生产生低贱和高上的差别 这个人所做出来的行为 一看就这个人的行为是高上的 有的人的这个行为是怎么样 是低贱的 是低贱的 所以行为使众生产生低贱和高上的差别 这句话重点是说 要注意自己的行为 要注意自己的行为 那么这里所谓的行为 就包括了思想 言语和身体动作 三种 那么三页最清净的当然就是佛 佛 那么一辈子 我们要以佛为榜样 要以心向佛 109 109 良好的行为 可以帮助人们将来诞生到更美好的环境 而且使它更接近自由和解脱 这个良好的行为就是我们所谓的因 所谓的因 三藏十二部经典只有两个字 就是因跟果 三藏十二部经典 十五三藏十二部经典 简单讲是讲什么 就是讲两个字 因果 良好的行为 可以帮助人们将来诞生到更美好的环境 因为善业会牵引到你投胎善的地方 恶业会牵引着你去投胎 转世不好的环境 所以简单讲你今天的行为 要良好 今天的良好的行为 你简单讲 下一辈子 投胎转世 你就会到一个美好的环境 你今天你是一个善良 食善 全部记住 哦 等等 不杀 不盗 不赢 不忘义 不口 两舌 不饿 不贪 不吃 你将来出生的环境 那个环境就是特别的美好 每一个都是善良的人 每一个人都是善良的人 110 有良好的品德和高超的见识 依照完美圣者所启示的教法去生活 而且了解真理 认真负责的人 永远受大家的爱戴 再念一遍 有良好的品德和高超的见识 那良好的品德就平常就要培养这一颗高尚的行为 那么高超的见识 就是我们世间法说 我们书要读得多 同时在佛教里面讲 我们要懂得去观照 客观的分析 冷静 用般若的智慧去造见 五印 还有这个宇宙 就可以见到真相 这有高超的见识 不会是在假象里面 那么依照完美圣者所启示的教法去生活 而且了解真理 认真负责的人 认真负责的人 永远受大家的爱戴 111 我不但教导外在的行为 而且更注重内在的意念和思想 我不但教导弟子身体不可表现坏的行动 不可思考或谈论不良善和不健全的事物 同时我也教导地责表现良善和谈论不健全的事物 这个意思是说 佛陀内外通通教导 外在就是行为 内在就是思考 我不但教导外在的行为 不可以杀到赢 而且更注重内在的意念 有纯善的意念和思想 有正确的思想 我不但教导弟子身体不可表现坏的行动 不可以思考 连想都不可以 不可以思考 或者是谈论不良善和不健全的事物 同时我也教弟子表现良好的行为 思考和谈论健全的事物 身善 与善 意善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身口意 最极清净 就是佛陀 一百一十二 一个人言谈时 这句话很重要 一个人言谈时 应避免 以尖酸科普的话 去批评别人 这个尖酸科普 诸位 他是制造灾难的一员 容易惹上杀身之祸的 就是尖酸科普 有时候因为一句话 命都没有了 命都没有了 前几天也有报道的 在这个KTV里面 大家唱歌唱歌 对不对 因为对方就讥笑他 你这个歌能听吗 就这样子 这个人默不作声 默不作声 回去啊 台湾话说 老兄弟来 五十刀拿起来就砍了 他只有讲一句说 你唱那个歌能听吗 就这样一句话而已 回去叫那个兄弟来 五十刀拿来就砍 当场血力如主 送到医院断气了 只有一句话而已 有时候你要想想 什么世界 这是什么世界 这是什么世界 一句话又要你命了 这是个几个例子 何况你平常都用尖酸科普 还有一点 尖酸科普 是最损自己的福德 最损自己的福德 就讲话 就是尖酸科普 讲话 不刮人家几句 不刮人家几句 还日子过不了 千万不要做这种 损能不利己的事情 一一三 讲话有分寸 谈吐婉转 言之有理 那么你讲的话 就会美妙动听 解释一下 讲话有分寸 分寸就是了解自己的身份 我是扮演习生 我讲话就要有习生的分寸 我是徒弟 讲话要有徒弟的分寸 对不对 我是人家的丈夫 我讲有丈夫的分寸 我是人家的媳妇 我们做媳妇的人 对公公婆婆就要有分寸 看你扮演哪一种角色 你就讲话要有一定自己 拿捏自己的分寸 不要逾越 逾越这个分寸 徒弟讲话就有徒弟的分寸 媳妇讲话就有媳妇的分寸 学生讲话要有学生的分寸 所以113 讲话要有分寸 就是了解自己的本分是什么 谈徒要婉转 婉转就是不伤害人 讲话呀 不伤害人 言之有理 言之有理就是不野蛮 有理走遍天下 一理而说 距离而说 那么你讲的话就会美妙动听 又有分寸 又婉转不伤人 又距离而言 一理而说 那怎么不会说服人家呢 114 不要在别人背后 说他们的坏话 简单讲 你不是一个是非的制造者 为什么你在别人说别人坏话的时候 这个话有一天一定会传到 那个人的耳朵 而且会变本加厉 你讲的这句话 其实不是这个用意 问题是听的人 他会会错译 会会错译以后 再转给别人听 就跟原来的意思 差弃甚大 所以在座诸位 当你听到 说有人在说你坏话的时候 诸位你先不要激动 也许这里面有弱差 传话人的 加言加醋 或者是有误会的成分 你应当冷静 更客观 听到什么事情 不是先发脾气 先冷静 判断一下 对方是不是可能有讲这种话 很多不必要的纷争 就是因为我们活在猜测当中 没有了解真实的状况 所以你在背后 说人家坏话 再传到人家的耳朵 会让对方痛彻心扉 接下来就会恨之入骨 恨之入骨 这言词啊 讲话要特别小心 我们 不是是非的工厂 不要制造是非 好好的修自己的就好 要转有肉变成乌肉 这只嘴巴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第十六小段 学习 我们互相要学习的意思 佛法要好好地学习 一百一十五句 一一五 不学习的人宛如老牛 肉虽多 却没有智慧 再念一遍 学习 不学习的人 就是说 哎呦 我们进入佛门了 有的人很奇怪 叫他来做事情 叫他来做事情 叫他听经文法开示 三个字 扑扑酸 怎么样就是做不下来 叫我做事我要 叫我听经文法 我就是不要 诸位 你不听经文法 你怎么能够 体悟佛的心 是不是 所以这个学习佛法 要从听经文法开始 听经文法 要列为这辈子 最重要的功课 这个才是重点 你是佛弟子 不能体会 佛的语言 佛的思想 佛的心性 你怎么能成为 是一个佛弟子 所以不学习的人 宛如老牛 牛很老了 肉虽多 却没有智慧 所以这个修行 它是点滴的功夫 这急不来 那急不来 也不能急 所以在座诸位 你今天 你在这里 听了两个钟头 你有两个钟头的 启示和收获 功夫堂卷 虽然天气热一点 不过大家 波热智慧 让它显现 连可现在 口一点 不可以 将来年岁大的时候 没智慧 这个特别的重要 所以天开示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而一般人 他不知道 116 要常亲近贤明的人 亲近智慧的人 要亲近博学的人 要亲近忠诚热心的人 要亲近尽责的人 甚至常跟这些 智德兼卑的人 往来 佛特讲这句话 特别特别的重要 就近朱之刺 近墨之黑 就是你这个 学佛的人 你教导 尤其是那个二字见的人 不是佛的正见的人 看起来他也是 在行善 看起来他也讲了几句佛话 可是完全不是佛的正见 主位 两种力量 在阿含经 扎阿含经 我看到阿含经这一段 我非常的震惊 两种力量会让正法消灭 会消灭正法 两种力量 一 恶性重大比丘 会让正法毁灭 会让 二 讲的相似佛法 会让正法毁灭 这两种力量是毁灭正法 最大的力量 一 先讲一下 恶性重大的比丘 不吃戒 不送戒 不明因果 不结下安居 受戒以后到处游荡 像孤魂野鬼 上人讲的不听 不受教 人家也让他没办法 让他个性顽强 同时会嫉妒人家的供养和成就 这个就是非常恶劣的比丘 不住身团 一离开 身团就拼命的毁谤 藏住 从来不自我检讨 就阿汉经讲的 这个叫做恶性重大的比丘 活着讲 尤其是末法 这些如法如利 如佛所说的比丘 被驱赶出去 这些不送戒 不结下安居的 行恶业的比丘 霸占道场 这些如法如利的比丘 没地方住 连挂单 人家都不给他挂单 霸占道场 你也有修行 他也不高兴 其言复事 勾结有钱的人 勾结官大的人 然后破坏这些 真的想修行的人 末法时期会一直出现 正法就灭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叫做相似佛法 会灭掉正法 什么叫做相似佛法 他也讲善 也讲善 对不对 他也叫你 要做好事 可是呢 为什么 通通通是 相似法 没有佛的究竟第一地的剥热的思想 没有建训大法 没有 通通没有 讲一些善 然后夹在一些外道的思想 讲一些善 也讲忠孝仁爱 心理和平 也讲不杀生 不偷盗 不嫌 不妄疑 不饮酒 可是呢 讲一讲 讲一讲 世间的善以后 又转到 别的思想 外道的思想 他这个人看起来 很善良 善良又不代表解脱 善良也不代表正法 就是一没有佛的 波罗思想 没有佛的正见 你看起来的时候 道貌暗然 那么所有的相 看起来都是那么的庄严 这个就是最可怕的 叫做相识佛法 相识佛法 诸位 相识佛法就像什么 就像一条狗 一条狗 一条毛很长的狗 然后怎么样 把它油漆 把它油漆 油漆什么 油漆像老虎的斑纹 这条狗 沿沿走过来 像一只小老虎 其实是一只狗 你懂这个比喻吗 不是真的老虎 这个就是最可怕的 所以就是说 善良的人 可是他的知见 偏差到摇头 诸位 现在的末法时期 哪一个人 会说自己没修行 复活的外道 特别的多 讲相识佛法的人 特别的多 类似的 好像看起来像是在修行人 可是你开口闭口 讲起来完全偏离正道 这个就是最可怕的欺骗者 不能让你究竟解脱 不能让你究竟解脱 为什么 就像小孩子在哭泣的时候 拿一块方糖 让他吃 暂时 暂时不要哭 暂时不要哭 就是像这样子 用这种方法 等一下要哭 又用一种方糖给他吃 暂时指一下 那个讲相识佛法 就是暂时 让小孩子不要哭 为什么 可是不能成长 恶性重大的比丘 毁灭正法 讲相识佛法 不管是法师或居士 不是真正的佛弟子 外表看一模一样 他也吃素 你看 半夜半夜 他也送戒 你看 要野住生团 那讲起法来 有自己的一套 完全不知道 佛陀讲的 不晓得 佛弟子所有的荣耀 应该是回归佛陀 他不是 他把所有的荣耀 回归到自己 他一讲起法来 他是法王中的法王 十方诸佛里面 他是最了不起的佛陀 这个就是这样子 末法时期 特别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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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一十七 这一集一百一十六 我再念一遍 要常清净鲜明的人 清净智者 清净博学的人 清净忠诚热心的人 敬责的人 甚至常跟这些 智德兼卫的人 往来 一百一十七 贪睡觉 爱闲聊 对所学的东西 不感兴趣 做事情 懒懒散散 急躁而没有耐心 是导致堕落的重大因素 解释一下 贪睡眠 就是一天到晚 补眠 睡觉 爱闲聊 爱闲聊 就是闲来无事 现在就是讲电话 很方便 网站 网站也是闲聊 我只要打过去 你就发这个过来 对不对 还有的人 说师父 你有没有个别的网站 QQ什么网站 我要想跟你视讯 有的人希望师父有个视讯 就是在网站前面 互看对方 做法师有这些时间 是要说什么 全世界 师父这一个 全世界 这几亿的信徒 你在QQ网站 我也不知道 QQ网站是什么问题 好好 要这样视讯 要登对几个人讲 对不对 贪睡眠 爱闲聊 一生无所事事 对所学的东西 不感兴趣 做事情 懒懒散散 急躁 而没有耐心 是导致堕落的重大原因 成功的唯一条件 就是勤奋 就是精进 古人 有废勤 忘实的精神 古人 为了世间的功名利路 就有废勤 忘实的精神 何况我们 初世间法 要成就福到 能看睡眠 能爱闲聊 一生无所事事吗 不行 要精进 要勤奋 118 不及时努力学习 年轻力壮时 就懒散不堪 生活没什么目标和思想 怠惰的人 永远不能发现 智慧之路 智慧之路 118 这字迹 虽然很平淡 但是非常重要 不及时努力学习 就是 你学佛 要趁早 所以在座诸位 你们回去的时候 应当栽培你的 儿子 或者是你的女儿 或者是你的孙子 这些从小就有一年 有善根的 就要多多给他培养 培养 那么你今天听到了佛法 要及时的努力 学习 年轻力壮的时候 就懒散不堪 生活没什么目标和思想 太多的人 永远不能发现智慧之路 所以 两种人最好不要出家 一 不能吃苦的人 二 不受师长教诲的人 前面我们已经 提到过了 你今天你不能吃苦 那最好你不要出家 我们在几分钟就下课 第十七小段 教育 一百一十九 教师在讲解以前 应该先研究 学生的心理倾向 也就是说 弘法立生 要先了解众生的需求 要关机 要斗教 一二零 教育应当配合受教者的 根器和适当的时机 就是你要教育对方 你要配合受教者的根器 也就是因材施教 而且要适当的时机 简单讲就是要掌握 时空的背景 一百二十一 一个人应使用恳切 而富有同情心的话语 所以这句话跟前面讲的 就是尖酸刻薄的语言 刚好相反 用恳切而富有同情心的话 会一直使自己的福报 一来就一增加 一来就一增加 所以我们的讲话 如果恳切而富有同情心 那就对了 一百二十二 一位好教师讲话 应中肯 而避免谈论不相干的事物 就是题外话太多不好 一位好教师讲话 应中肯 而避免谈论不相干的事物 比如说你这个法师 或者是你传法 法师有时候 我曾经去这样坐在底下 这样听 有时候这个法师 在讲经的时候 突然间讲到题外话 讲了很多的题外话 结果他今天要讲这个六度万恨 结果一度都还没有讲 演讲讲两个钟头 结果讲了一个半钟头 都在讲题外话 怎么样感性的东西 结果剩下半个钟头 就念一下 布施慈戒仁入 精进禅定般若 这个法师是最忌讳的 是这里 法师将来要走红法的路线 要断刀之路 执弃复兴 没有葛藤 不会纠缠不清 不过这个要跟素氏的 能力有关系 要当一个真正的 了不起的红法者 会很难 他条件太多了 你世间的知识要懂 三藏十二部经典要精通 你要见性 你要懂得善巧方便 你要关机要斗教 要善巧方便 要引入究竟意 要究竟意里面 可以展现在 所有的善巧意 就所有的法 通通是圆满法 好 那就今天就到此结束了 不回向了 下课啊 高雄文书讲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